这是那个他们这个店的那个一推 就是那个肉丝猪肉 但是特别好吃 哈喽大家好 我是老妈 今天呢 回到那个家乡第四一天 在晚上呢 在这个斯兰市内 有一个那个中道地区 这个地区呢 就是主要是那个 饮食界 各种餐饮和那个酒吧 集中起来的一个地方 我们那个老同学 55年以前的高中老同学了 还有活的几个 有的已经是糖了 所以呢 今天可能是两个三个吧 见面一起喝酒 这看起来不气而得满热 进去喝好多那个酒吧 和那个餐饮 老同学安排的一个烧鸟店 是最近特别火的 尤其是年轻人特别喜欢去的地方 不到六点五点半 还没有啊 但是这 这这都是那个什么酒吧界 但这真正的还没开始 也有年轻漂亮的这个小姑娘 把压力敲土的地方 这也是一个酒吧界 你看看 到了 这个是今天 我跟老同学吃的那个烧鸟的那个 伊士瓜 很酥哦 松了 泽子 老同学来玩 comprend 有没有人 那是没有人 不是没有人 不是没有人 他们是高中的时候最好的朋友 但现在还是最好的朋友 大久了 再会 怎样 不要 寂寞 我今天第一个 我让我设计 店长给我今天的新鲜的肉推荐 吃的烧鸟的特点 完全肉是猪肉 不是鸡肉 老吴妈在中国养成了热情碰杯 纯日本老毕登理解不了这份热情 这个是猪肝 这是他们店的一推 肉是猪肉 但是特别好吃 这猪肉我已经吃了鱼嘎 太好吃了 特别软 而且是新鲜 你看看 这个声音 太好吃了 这个是一个 不知道 但是一看就好吃 烧鸟我就吃饱了 最后留了一点 但是呢 需要吃点东西 这是日本最甜心的一个 最后的那个饭 就是 鲤鱼 里面呢 你看看 里面是米饭 烫饭 然后呢 芥末放了以后吃 这是日本点心的吃法 老同学一起愉快的过了晚上 下次在别的吃的时候 就是再介绍给大家了 谢谢了 这个店 这个地方真的推荐 很好的一个烧鸟店 那下次再见 再见 再见 请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